Hello大家好 今天来的没有别的事 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插台地 多都不说 我先开始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超可爱的一些首饰 然后还有一些茶子什么的 这样子的 上面的一些花是五颜六色的 它比较夏天 所以我觉得戴上这个的话 可能搭配一些深色的一些背心 露幅度比较高的 会稍微好看一点 这个是蝴蝶 这是两个对称的 自从演了小蝴蝶之后呢 就对这种所有的蝴蝶元素的东西 就特别的感兴趣 每次遇到的就想买 就觉得很可爱 以前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蝴蝶 但是自从自己演了蝴蝶之后 就觉得蝴蝶真可爱 第二个把这个大家伙给拆了 这个是我买的枕头 因为前段时间我不是去他们家旗吗 然后我就发现它的枕头好舒服啊 我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我发现体验感非常好 所以我果断就买了同款 我呢是很少买到适合我的枕头 因为我的颈椎不太好 所以那种太高或者是太低的枕头 对于我来讲都是非常不舒服的 这个枕头的高度 对于我来讲呢刚刚好 它大概是一个拳头一样高的高度 它跟别的枕头还不一样 它是有一些符合人体工序的设计在 它的形状呢 大家应该是能看出来 它是四周高中间低的一个设计 四周高的这个地方呢 是用来称脱我们的肩颈的 它中间这个凹进去的地方呢 是鹅绒填重的 所以它非常的软 然后四周又是凸出来的 就是有一种 我的头深深的陷在这个地方 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 让我一整晚睡着都特别香 还有一个点我也非常喜欢 就是它的这个形状啊 看起来有点像一个W型的 它可以完美的贴合我的肩颈 就是这样 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呢 斜放肌也可以得到放松 我觉得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如果你的斜放肌也能得到放松的话 我觉得对我的体态也是很有帮助的 体态这个东西 它就是在一些日常的朕末中 可能我们的坐姿啊 然后睡姿啊 都会改变我们的体态 所以觉得一个非常贴合我们的枕头 是很重要的 我一会儿就要去把它装上我的材丝枕套 然后今天晚上就美美的睡觉 好了 现在我来拆下一个派系 这个是我买的面膜 香港那边带购过来的 然后这个它就是美白 啥也不说就美白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项面膜 用了好久了 啊这个包很好看 看一下这个包 它很辣 我是打算把它搭一些背心啊 一些其实比较甜辣的东西穿的 下一回你们肯定就能看到我背它了 这个这个是首饰 三个纸环 这个呢是蝴蝶元素的耳夹 还有这个呢是蝴蝶结的一个项链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耳夹 这个耳夹我特别喜欢 因为感觉它戴上像一个小精灵一样 看 它就是这么夹在耳朵的这个位置的 你把头发放在一边 露出耳朵的这边夹一个就好了 就这样就是很好看 看 然后拆一下下一个 啊这个是衣服 这个呢是一个长袖 我是觉得它比较显身材吧 就可能搭一些小短裙穿会很好看 看一下这个是有点那种学院派的 然后呢它这两边是有点收腰 就会比较显瘦一些 还有这一个 这一个呢是帆布拖鞋 它配有很多糖果色的这种 小饰品 其实是给它穿到上面去的 拿个小熊 穿到鞋带里面去 DIY 自己DIY这个鞋子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就上了一个 因为我觉得上一个会比较简单好看一些 其实可以根据你们穿的T恤的颜色 去选择一个跟你颜色相搭的一个饰品 给它上到这个鞋子上面去 好了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 拜拜 下次再见